以及張耀人 大家好 鄭東京先拍一下照 謝謝 來 正前方 好 兩位的右手邊 好 左手邊讓我們看一下 你看 羅秉現在笑得很可愛可欣 這個劇情裡面他是非常凶狠的殺手 好 謝謝兩位 我們在旁邊稍等一下一下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是 金主以及閨蜜組 歡迎周明潔大哥以及球星平大哥 來 我們正中間歡迎大家觀眾 謝謝 各位要繼續入味是閨蜜 嗨 謝謝 我們這邊請 有沒有主持人好忙欸 還有演演戲跑出來的主持 謝謝 我們稍微往這邊一點點 謝謝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這一組 是台灣刑警組 歡迎吳月琦以及劉冠婷 謝謝 好 劉冠婷呢 因為某一些原因 他在新加坡藥器使用好多的紛爭 劉冠婷呢 是一個參加警察 但是卻全入了這麼大洞的案件當中 來 兩位的右手邊 好 左手邊下方 兩間的造型很有默契 好的 麻煩我們先旁邊稍後一下下 謝謝 好的 接下來要歡迎既然有刑警 當然就要被追的人 我們要歡迎台灣逃亡組 歡迎陳摩喵 曾佩慈以及王俊雄 好的 曾佩慈在戲裡面很忙 然後一名小記者抽旋在兩位來自新加坡的 非常厲害的角色當中 來 麻煩三位的右手邊幫我們看一下 三位 好 左手邊幫我們看一下喔 左手邊 好 中間再幫我們看一下 正前方 好 謝謝三位 我們三位稍等一下下 謝謝 來 客進我們這邊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要歡迎企業爭鬥組 歡迎陳久姜 泛文峰以及蘭正龍 歡迎 謝謝 好 麻煩三位 好 請拍個頭照 好 麻煩鄭成峰 謝謝 在裡面的泛文峰獻的Linda 是一個心機相當重的喔 好 埋伏在企業當中 但是有很多為自己的利益去做的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 來 三位的左手邊幫我們看一下 好 右手邊 三位的右邊 好 蠻重的在裡面是從 霧露企業的小白兔一般 如何要讓自己在人 企業叢林當中能夠生存 來 正前方再看一下 陳久姜 剛剛在裡面實演 就是非常心狠手辣的企業家了 但是他非常重視環保 他今天來學生帶了環保服來現場 非常符合現在全世界要求的 我們要愛護地球 好 謝謝三位 來這邊稍等一下 好的 我們要歡迎星星閃耀組 要歡迎曾之橋以及蘭溪美 好的 來 我們三位的 兩位最先幫我們看一下 好 為什麼稱之為星星閃耀組呢 就是因為兩位十分的要遠 好 來 右手邊幫我們看一下 好 一起歪右邊好不好 好 來 歪你們的右邊 好 你看這支橋星階多重 它是展現它的主線喔 好貴 是不是 太棒了 來 左邊秀一下 左邊秀一下 好 明明穿長全場變還開高場 好 七點請入列 好 我們全一杯集合 謝謝 來 大家集合 我們地上都有聽你們的這個位子的名字喔 好 我們要請觀眾人員麥克風交給我們所有的貴賓 來 我們一連一集麥克風 謝謝 謝謝 我們帶有分組來聊天喔 我們快速進行 讓大家能夠透過我們大家一個小小的分享 讓大家快速可以感受一下 好 第一組我們要訪問的是金主跟閨蜜 我們要請明傑大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裡面飾演的是 讓所有的朋友們透過你的非常可怕的運籌圍幄 要奪回一些事情 要不要請明傑大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演得很簡單 就是人性 是 那人性很善 可是有時候也會很餓 那其實 因為一直本來應該是屬於我的 就到最後被奪走 到我們肥肉飛了 你會怎樣 跟他跑 對不對 對 那就是我們本性 是的 所以明傑大哥在裡面飾演的就是 一直呈現從善到惡的狀態 對不對 很符合曹西平大哥現在的身體狀況 因為他剛剛一直問大家 你們吃早餐了沒有 我剛出門都現在沒有吃早餐 因為他呈現一個很餓的感覺 為什麼敢跟他這樣開玩笑呢 因為在劇情裡面 我們兩個還有欣美姐 還有一個 對 還有昆君老師 我們是號稱 演藝圈最資深的四姐妹閨蜜 所以請欣美大哥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人的一生當中 閨蜜不一定是全不到女生 對 男生也可以跟女生當很好的閨蜜 是的 所以在這裡面當中 我們一起有歡樂 一起有悲傷 所以我們四個人有戲裡面的很多 很多部門 希望大家示範一下 掌聲給我們鼓勵鼓勵好不好 謝謝啊 謝謝 阿娜普拉西亞 畢人 很好 對 因為在裡面 謝謝大家 謝謝 請動動 對 悉民大哥飾演的丹尼爾 有的時候要幫我們維持一下交通 真的很謝謝他 因為這是在幅上 那當然也像曹大哥說的 閨蜜不單只是分享快樂 還要分享心酸 所以到時候希望大家 如果你身邊有這麼重要的閨蜜 邀請大家一定要來看這部戲 就可以解答心裡面的那些心事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這個保全殺手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兩位一位是保全 一位是打手 對不對 先請耀人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那個角色很特別 他知道很多事情 但很多事情有被交代 不能在現場透露 所以你今天只是來拍照的對不對 對 對對對 我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你有多麼辛苦 要被禁止說很多的秘密 呃 大家好 我是張耀人 是演的沈安逸 沈安逸呢 其實就像一個 每一個城鄉下到都市打拼 然後尋找未來的年輕人 然後意外的被提拔成為財財 身邊的時機 那也因為這件事情 被捲入了風暴的回復 那知道了很多事情 後面劇情就會有一些 意想到的話 是的 大家期待 對 也給很多年輕人借鏡 當你莫名其妙 被提拔到一個很重要的位子的時候 先不要太高興 提拔越高 你要承認風險越大 對不對 好的 我們要請打手羅平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羅平在別的戲都是 非常的就是 溫柔啊 還有就是 和哀可親啊 現在又是人妻人妇了 對不對 但是在裡面的那一種是 不管你這邊怎樣 只要我不OK 你就不OK的打手 請羅平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羅平 我在戲裡面是一個 神愛達集團 所僱用的一個非常冷酷的殺手 但是他同時是一個 有情有義的人 因為他在船上也有救命恩人 但是我老闆 下達我 明明必要把他殺掉 是 那最後會不會在 船上把他殺掉 其實大家看戲裡面才知道 好的 對 到時候也可以在裡面看看羅平的身手 好 謝謝羅平 好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是台灣刑警組 要歡迎的是吳月琴以及劉冠婷 那冠婷呢是 但是在戲當中 如果以跟我們用階級來說 他是算刑警的學長 劉冠婷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從台灣到新加坡 要怎麼樣在詮釋刑警這個角色上 也要讓當地的人覺得 唉唷 很厲害喔 完全可以做出那種就是 很厲害調子的感覺 就是因為 很厲害的調子的感覺 很厲害 對 因為跳的時候 我想跟他講 打起精神 就拍人照 原來台灣警察不能握底這樣 所以我一直是辭職的過去 喔 然後沒有什麼資源 就是靠一些小聰明 然後劃險為贏這樣 對 所以他也告訴大家 劉冠婷很聰明 對不對 是啊 角色 角色喔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劉冠婷他真的很多小聰明 好的 所以呢 在裡面也可以看到 到底他是一個末底的警察 會在這個案件當中 發揮什麼樣關鍵性的角色 而且在裡面又是有一些愛情戲啊 還有槍戰戲 真的 冠婷很辛苦 謝謝你的付出 好的 我們要請月晴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嗯 大家好 我是劉冠婷 那我在劇中 戲演是劉冬婷 那劉冬婷 那劉冬婷不像冠婷 他的小聰明 他是一個非常靠四肢發達 他是很熱血的一個警察 對 那所以我在整個劇中 很多時間都在看CCTV 所以感覺到 其實這個人民保護是非常辛苦 那也非常感謝小李老師讓我圓夢 因為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演警察 謝謝大家 謝謝 有沒有看到 月晴也是一個非常有心的孩子 他在裡面有特別提到警察先生很辛苦 所以會有一些夜黃素的廠商 可以跟我們的警察同仁慰老一下 一直看CCTV眼睛會很痠 很傷我們的那些視網膜之類的 謝謝吳月晴 很難再聽到人說 我在這個行業是靠肚子發達 謝謝你的付出 謝謝 好的 我們今天要歡迎台灣頭王組 歡迎陳羅密歐 這輩子以及黃俊雄 好的 先請陳羅密歐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不好 陳羅密歐瘦很多 在從拍戲到現在看到你 終於歡迎帥氣的本色 謝謝 謝謝 來 大家我是陳羅密歐 在戲裡我是葉東華 他是一個 聽說是新加坡男生 是來台灣小學 過往路考壓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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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說男生 不要 不要 不要嚇我 男生 對 就是像我男生來學掛路考壓 認識美女曾知橋 可是卻被好朋友Eric 陷害 陷害 就是陷害 就是被連累捲入了這個 ATM吐召案的這件事件 然後變成陷一半 最後 家也回不了 工作沒了 鴨也考不成 美女也追不到 可是很幸運的是 可以認識到曾鼻姐 他就在戲裡幫了我很多 然後 然後 等下陳陷害我打斷你一下 陳陷害我常常都會讓大家提心吊讚 是 一下新加坡來的男生 一下鴨又怎麼樣 對 做不成 你的鴨也做不成 烤鴨也烤不成 所以陷害我沒有在台灣做 我沒有在台灣做 烤鴨 我來台灣會學烤鴨 對對對 總之你們看下去了 好 就知道陳陷害我到底在台灣做了什麼 好不好 好的 黃俊雄 在裡面的Eric 好 黃俊雄我們一開 嗨大家好 我是黃俊雄 都不有愛的英俊 是因為我飾演陆瑞克 他是一個偏常鴨 來這裡其實就是 那個ATM的一個experiment 結果叫了這個朋友去幫我 叫他不要拿錢 結果一個 他拿了錢塞進他手裡 他就拿了 結果我是被你陷害的 叫你不要拿那個錢 結果我們就捲入了那個整個道理 對 所以你們這一對就是 越不叫你幹嘛 你越要幹嘛的 組合就對了 就越叫你不要拿錢 就要拿錢 越叫你不要什麼 就要做什麼 我們這邊很不OK 而且 而且俊雄跟羅密歐在台灣拍戲的過程當中 戲妹姐分享過非常多次 他們是非常用功的演員 不管是在口音上面跟體力上面 都完全配合所有導演還有工作人員的要求 謝謝你們 謝謝 對 當然他們也買了很多東西 跟吃了很多東西 也幫我們宣傳一下台灣的觀光 謝謝 好 曾沛茨也是在戲中就是 非常重要的記者的角色對不對 由你開始 由你的視角 解開了到底AT們在做什麼 到底案的一些前因後果 要不要請佩慈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首先呢 這個記者他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跟 他的理想 就是 他是一個過於理想化的記者 其實我必須說真的是這樣子 但是呢 也因為這次的故事 我覺得 可以提醒大家的是 其實你在夢想與現實之間 你要怎麼抉擇 其實有的時候呢 塞窩失馬 燕之飛福 他可能其實在工作上一直遇到挫折 也一直被海芬姐所管教 喔 對對對 但是卻因為 挫折的時候 遇到了 陸瑞克 然後也是遇到了 葉仲晃 還當了他們的 我覺得有點像他們的救命恩人 如果他們在台灣沒有我 可能大概出現到 總共二十集嘛 第三集 可能不知道人就去哪 就去哪 是會我啊 我們在台灣真的不能沒有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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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新梅姐 還有新梅姐 對對對還有新梅姐 什麼什麼 新梅姐的家 是他們的那個 你看 黃俊雄多上道有沒有 所有女神都要顧到 這邊沒有真梅女神 因為她知道我們 但不講話的話 會睡著 睡著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剛剛藍震龍就已經睡了 那天下下 開吃了便當 真的 對所以在裡面呢 這個有 呃 佩慈姐這個角色 也讓大家可以感受到 她剛剛特別提到了 記者在追求真相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為難 但是有很多的突發狀況啊 謝謝 我們要請到企業爭鬥組 請到陳舊家 范文芳跟藍震龍 歡迎 請范文芳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裡面要飾演的是心機很重 很尖詐 但是其實反過來說 真的每一個角色也是為了要愛自己的人去做的努力 所以文芳幫我跟我們分享一下你飾演的Linda 哈囉大家好 我是范文芳 那我在戲裡面飾演的是一個非常 很有手段 非常聰明的一個特助 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在裡面可以看到 范文芳真的很辛苦 她在裡面不單有很多的心智 跟頭腦上要一起非常靈活的運用之外 她的肢體要很靈活 你看裡面有翻車啊 還有偷偷在裡面藏東西啊 這真的很厲害 對 所以辛苦的拿手 對 所以未來要挑戰打手啊 或者是一些動作系的話 啊是的 對 非常服務她今天的服裝帶給我們的顏色 Cue you 有一種 哎呦 小龍的感覺 真的 是的 對 非常的讓大家可以看到文芳在戲裡面當中 比較突破的展現 陳久江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陳久江在裡面的 呃 應該算是非常可怕的反派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久江 我在戲裡面飾演的是吳品瑞 然後吳品瑞這個角色 他心裡有很多的不甘心 是 因為他不論做什麼東西啊 他都沒辦法就 得到他爸爸的那種信任 是 然後也沒辦法當那個接班人 對 所以因此他做了很多不得所關的事情 對 而且那時候在拍戲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久江這樣的時候 一直說哇你跟劉冠婷長得好像哦 你們兩個也剛好在戲裡面要呈現的一個感覺都是有所謂的不甘心 只是一個是企業家一個是警察的臥底 因為不甘心而發展了很多的後續哦 對 所以在戲裡面呢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呈現跟現實生活中不一樣的演技挑戰 包括像藍正龍也是對不對 裡面要是一個跟你本人完全不一樣 非常有藝術氣息的角色 然後要挑戰非常聰明的銀行家 而且要講一口流利的英文 真的你好會演技好好啊 哈哈哈哈 請藍正龍分享一下 不要像轉藍正龍好不好 氣死了 不會 我的感情非常好 真的嗎 對 然後他會把我的生存的虎姐姐解開 然後勒死我 好來請說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是藍正龍 十年前我也是演刑警的 十年後我來當銀行家 那其實就是 當然這部戲很 花了很多時間還有很多力氣 像 就是每次跟小弟老師合作 都是會想到以前一起辛苦工作的時候 就是到現在這個年紀開始自己 開始想要懶散的時候 可是又跟大家合作 就會覺得說 哇自己還是很多不足的地方 還是要繼續努力 繼續工作 對而且小弟老師在講戲的過程當中 都會讓演員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導演講戲都已經眼眶寒淚了 演員怎麼可以隨隨便便 我覺得這是老師在講故事的時候 非常動人跟感染力的部分 所以也謝謝 我們讓大家看到在這 不管是企業也好 或者是爭鬥的心機都好 其實都會表達非常多 心裡面的真實的情感 好那我們要邀請到的 星星閃耀組 要請這個先請小愛來分享一下 好不好 對於珍珠條來說 她等於演一個角色 但是身上要扮演不同的身份 對對對 因為我這個角色呢 其實是我演過 算是最混亂的一個角色 剛開始演的時候 有點無所事從事 不知道該做什麼 因為她非常的不安定 所以很多事情又想裝懂 又要假老 但她其實是聰明的 我覺得我這個角色 就是范小愛最大的看點是 她是新二代 她在明星家庭出生 那爸爸媽媽都沒時間管她 但是有這樣的明星光環 卻又不是真的實實在在的覺得 自己到底值得被愛嗎 有什麼好的 有什麼實力嗎 所以她很困惑 到了新加坡 就想要一步登天 想要嫁給有錢人 然後我非常感謝到了新加坡之後 我還真的每天就混在有錢人的豪宅裡 大公司裡 名車裡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部戲拍得非常過癮 然後真的跟這麼多厲害的演員教授 我也很期待看到播出 對 而且在裡面 小愛又學習好多的才藝 但是也塗很多的籠子對不對 超多籠子 范小愛也犯了很多小人 在裡面 好 名字沒取好 是不是 范小人 對啊 范小人 剛才包含那個 男長我們的郭浩森 Joe Folson 對不對 不過好 我們這這部戲 娛樂的也有 驚悚的也有 然後那個動作系統統都有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感情戲 就是新美姐這個角色 好不好 請新美姐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各位 各位媒體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辛苦了 我快快地說一下 我在這部戲裡面 這裡台上所有的演員 都是我第一次合作 我第一次跟小弟導演合作 還有柯導 還有Doreen 甚至三個導演 然後在新加坡也 我們Totally加起來有五個導演 都是我第一次跟他們合作 然後我第一次演一個 過期的女明星 欸 講完了 然後 我很感謝導演給我一個這樣的機會 讓大家看到我另外的一個不一樣的我 然後今天呢 我們都是每一個人都 原來 新加坡的朋友 非常慎重的 穿了秋冬的衣服 就來到這邊 接所有的媒體 我們希望明天的版店大一點 多一點 漂亮一點 是 然後你看 剛剛說 像李小龍 是不是 然後呢 這個 我可愛的 郡雄 他們兩個一直在稱讚我 今天很漂亮 對對對 俊雄還說我像那個 一個生物 我說 是有毒的套聽 不是啦 他也不會講話 是海葵 對不對 我們是要有小丑魚在裡面 遊來遊去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新加坡 這套衣服非常的重要 又有巧思 他剛剛要揮個兩下 待會也希望我們的收視率 播出之後能夠起飛 易飛 重現 對 是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整個的劇情當中 也讓大家感受到 雖然我們講的是 人性的黑暗跟邪惡的那一面 但是其實每一個角色 希望大家都能夠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大家在情感上 真的都是為了自己的愛自己的家人 以及自己最重要的人事物而不必 要這次謝謝你們 謝謝 好的 那我們要請 一句話快速推薦好不好 請到文芳 文芳來幫我們快速推薦一下 要邀請大家 必須鎖定 你那邊怎樣 我這邊OK 這部戲 這部戲 你那邊怎樣 我這邊OK 就是 真的是 大家花了很多的 心思跟所有的一切 呈現出來的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謝謝 謝謝 那邀請陳龍喵 帶走 西亞特性的男生 跟我們分享一下 陳龍喵 陳龍喵 你一直看我們俊雄 陳龍喵是你啊 你看起來 他有點忘記 他叫陳龍喵 剛剛那時候我主說 是讓俊雄說 喔 對不起 好 因為俊雄 如果俊雄過五年 所以我還是 他是前輩就對了 他是年齊 來台灣給我找一個人 你說 沒關係 說真的是 我 非常感謝 對 因為講話壓的是 和文芳姐姐笑好開心 你說你知道 黃俊總說 很高興可以代表 新加坡新傳媒 是 Romeo還有九五家 還有文芳姐 來到台灣 跟這裡的觀眾 有這樣的緣分 是 然後有機會跟 台國演員一起合作 我覺得這樣的交流 我們 非常 非常感激 然後我覺得 對我來說 是永生台灣 是的 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謝謝 而且我們都彼此留在聯絡方社 對不對 一次合作 但是緣分是有卷 好的 我們請這個 台灣的代表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請鄭沛慈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阿翔先請問小滴老師 今年幾歲了 請說是七十 哪有 老師哪有年輕這麼大 一萬千 七十歲 好 這段簡訊 重點是 不是七十歲 不是七十歲 當我看過小滴老師 她拍戲的拼鏡 我真的很想請大家關注這部戲 為什麼錯過這次 以後不一定會有編制這麼大 這麼好的機會 我是說 你看你這樣 這妹子也會不會搖 我是說錯過 你是不是也絕對要有 錯過這次 錯過這次 錯過這次是誰啊 原來不是我們 雖然以後還會有 但是我真的是 沒有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我們今天會不會 因為PACE也不是 我們PACE 我要表演 老師真的拿生命在拍戲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問出 這麼難得的合作的一部 史詩巨作好不好 對 我們大家先請PACE 不要再一心好不好 老師今年才50 上次有人高我說好是七十歲 PACE PACE 全場下坡 也幸好我們現實生活中沒有像這樣的記者 謝謝曾沛 好好的去唱歌 跟演好你的戲就好 謝謝 好的 那我們要請到 比較會講話的曾之橋 來 曾之橋 來來來 你要不要我們跟大家拜個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 對 身體健康啊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好 好 我就不廢話 我覺得 這是一部 我覺得 研製最高 實力最堅強的 實力派演員們 一起演的戲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 唉唷 不說了 等一下講錯話了 對 我們要特別強調的 我們這部戲是 顏值高又實力派 但是沒有強調智商 這部詞就是 拉垮我們的標準 雖然他是學霸 好 我這次記得敗筆 我對不起大家 沒關係 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 你很好 來 南正龍大哥 來幫我們講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師 老師 今年 真的 真的有人跟我們說 好了 不用了 你會賣我餵嗎 我是跟你說 他再過幾年快 快吃幾天 對 還沒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呃 呃 我覺得就是 機會很難得啦 因為 跟新加坡的你們一起合作 當然還有那個 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我們一起合作 跟 台師阿巴大亨一起合作 那其實 真的就是 現在做電視 我覺得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 那 當然我們可以取巧 我們可以拍一些 比較 容易去得到 觀眾眼光的 劇本 但是 小力老師 永遠就是選擇那個 突破 創新的 那一條那一種 雖然比較辛苦 雖然錢花的真的蠻多的 哈哈哈哈 對 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你那邊這樣 我覺得OK 謝謝 謝謝 最後的情侶交給新美姐了 好吧 好 不管你幾歲唷 哎呦 誰幾歲 對對對 我常講 每一個人都是為了 生活 然後可能做一份 你們破案的工作 沒有辦法 難免會碰到 挫折 或者當 碰到瓶頸的時候 會有一些 誘惑 利益的誘惑 這個時候 人性就很重要了 都出現在這部戲裡頭 所以請你務必一定要看 好嗎 謝謝 謝謝 我有演我演阿梅 好來我們一起 比OK 左右兩邊都各撐出你的OK喔 好 對